圣徒赛格尤斯和瓦护斯 在一根柱子的旁边 我们发现了一幅画 是画画在靠近祭堂门的一根柱子上 而祭堂木门的框架与这幅画重叠 那这个框架呢制作于914年 这张照片显示了一个男人没有胡子 站在那里穿着蓝色和红色夹克 那似乎他来自于军队 或者说他是一个王子 因为他戴着一个剑袋在腰上 有一个红色的剑梢 圣徒呢这幅画的这个圣徒呢 是用左手紧紧的抓住剑 他的头部被黄色的光环包围着 有黑色的线点缀着白色 他的头发似乎很长 然而这一片呢画中呢是黑暗的 没有明确的特征 他的眼镜直视前方 看着看着前方 在一个空白的区域 我们发现了一些希腊字母 表明圣徒的名字呢 有许多的字母来组成 其中有三个字母的书写 是和今天许多科普特和希腊名字的 最后三个字母是相同的 他们被描绘成为没有胡须的年轻人 那根据古代的图标 他们总是那个站立着 而不是骑任何的马 在圣人右边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所以大家分析判断说 这个圣人有可能就是圣塞尔乔克 因为在上面的名字中 这是一个最小的 这是由他们的那个字母的排列 这个规律来推测的 那今天研究人员已经证实 这张图片与圣母的照片非常相似 那个作画的日期非常相似 因为因此它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 下半个时期 而圣人站立着柱子的顶部 是圆锥形的周围有一个十字架 两个红色的光环和绿色的树枝在旁边 那么荷兰套派团的一群人 他们在1997年和1998年期间 恢复和重新翻新了这个柱子 在檀门的另一边 是另外一个对立的柱子 这个柱子的一半出现了另一个圣徒 站立的图片 尽管是图像的一部分 已经褪色 但它仍然很容易区分 因为它非常类似 在右侧那个相反的图像 这个圣徒穿着蓝色和红色的短裤 看起来它像是一名士兵 因为它佩戴着一把 带着红色刀桥的剑 圣徒用左手紧紧地握着它的剑 在它的头顶周围 是一种用红色框起来的光辉 它的眼镜直视着外面 象征着一种深随的一个思考 那早期这个圣徒被认为是圣色吉欧克 而且这两个圣人非常相似 所以很可能这第二个圣人是圣色吉欧克的同伴 他们的名字叫圣瓦克斯 他们都是年轻的士兵 据说他们出现在这里证明了 他们是教堂祭坛的首位 这个场景也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下半时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